这次竹山茶道协会所办理的茶礼延期成果展 县议员吴瑞芳、蔡宇柱也到场参与活动 也特意摆设四须茶礼 让民众认识传统品茶仪式 我们这次的四须茶礼是一个国际上的可以表演的茶礼 我是希望说把这个茶礼再带出来 所以我就和台大学年他们结合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茶礼 我希望把它再重现出来 台大实验领馆处这次与竹山茶道协会办理活动成效有加 所以台大实验领馆处也规划日后再与协会合作 持续推广有机茶叶 我们实验领馆处跟竹山镇的茶道协会 是社区林业的伙伴关系 我们从三年前就开始合作了 那我们是基于认同双方对于有机理念的这个推广 跟友善农法的这个推广 那我们也乐见竹山镇茶道协会呢 把四须茶礼呢重新再演绎 那我们希望未来呢 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合作的计划 我们实验领呢 不仅有机会能够提高这个补助的金额 也希望能够在有机茶的产业方面呢 双方认同一起来更进一步 在竹山茶道协会的带领之下 地方茶文化得以广泛推广 对此先议员吴瑞芳也肯定协会的用心 也期盼日后协会能够持续努力 帮助县内茶文化推广行销 我们的书屋理事长 非常的用心 带领这些团队 今天在我们的主部落 在这里基盘茶道协会的成果展 今天也来了很多的贵宾 也感谢我们台大协议林 长期的支持 我们在我们的南投县 也是占了70%的茶园 希望说透过茶道协会 来推广我们的茶叶文化 议长和胜峰肯定竹山茶道协会 为推广茶文化所作之努力 也期盼在协会的用心之下 地方茶文化得以持续推广传承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